大家好,我是Stan 今年6月,在韩国江源道 一个穿着蓝色上衣的男子 在一座大楼面前经过 而在这位男子的后面 紧跟着两名看起来像是十多岁的男孩们 暗中追随他 这两个男孩与男子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追踪着他 不久后,男孩们突然加速 感到那个男子前面好像在确认什么事情 然后其中一个孩子拿起手机跟某人通着电话 依然紧紧跟随着那个男子 所以,这两个男孩为什么会跟踪他呢? 其实,其中一个男孩是当地警察局刑警大队队长的儿子 而不久前,他从正在调查盗窃案件的父亲那里 得知了嫌疑犯的特征 当天,在学校放学后 他跟朋友去了网咖 偶然间发现了一个符合嫌疑人特征的男子 于是就开始跟踪了他 儿子与父亲打着电话追踪了这个男子15分钟多 没过多久,在那个嫌疑人附近停下了一辆车辆 然后一位刑警下车走到了嫌疑人身边 接着,刑警大队队长也走下车 合力将嫌疑人给逮捕了 这个时候,儿子走进前来 父亲称赞了他们后 孩子们轻快地回去了 将员到警察局对媒体表示 颁发了表彰与举报奖金给两个孩子了 每天只看到不良少年的新闻 这次看到这么勇敢又帅气的孩子们的消息 心里感到很温暖 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警察 他可能对此也有责任感 所以跟踪了嫌疑,辛苦了,真的很了不起 真的把孩子教育得很聪明,很有争议感 子女是父母的镜子 只需看看孩子们就能知道父母是有多出色了 这都是平时父子之间经常交流相处 所以儿子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工作 正在寻找什么样的人 爸爸对儿子感到自豪 而儿子也尊敬爸爸,真的太棒了 孩子也很了不起 但相信自己儿子的父亲也很了不起 很多大人会无视孩子们 觉得孩子们会懂什么 世界上有这样的孩子 同时也有一些非常不像人的孩子 这证明了家庭教育与家庭环境有多么重要 家庭环境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裕与地位 更重要的是,在家庭中教导孩子们 如何在稍显不足的环境中 寻找幸福与满足 请订阅уйте们 何干什么 overview 发展示范 并且稍 Anda 此期待 年青月 speech 庭环境 曾有 内心 月 以 提字 优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